电缆故障测试仪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电缆故障测试仪主机 主要作用,测试电缆全长,测试故障距离 测试已知长度的电缆的传播速度 第二部分,多次脉虫产生器 主要作用,配合电缆故障测试仪主机 进行多次脉冲测试波形采取 第三部分,高频高压液体化电源 主要作用,产生高频脉冲信号 使故障点击穿放电 第四部分,复件箱主要含电缆路径产生器 定点仪以及路径接收器 路径信号产生器和接收器的主要作用是 查找地埋电缆的路径走向 定点仪主要作用是精确定点找出故障点位置 第一,电缆故障测试仪主机功能操作介绍 首先,打开主机开关 低压脉冲指示灯亮 主机启动 将电缆故障测试线连接到输出端口 电缆另外一端 首先对电缆进行充分放电 对电缆充分放电 放完电以后 将输出夹子线 红黑夹子分别夹在电缆的新线上面 主机打开以后 进入桌面 剪辑电缆故障测试软件 进入测试界面 首先进行测试选择 剪辑 测试选择 打开以后 出现对话框 首先选择测试方式 测试方式里面有三种 第一种低压脉冲 也就是TDR 第二种 SM 高压冲闪 第三种 MM 多次脉冲 夹子线直接连到电缆上面 为低压脉冲 选择低压脉冲测试方式 第二种选择电缆的长度范围 根据被测试电缆的大致长度选择对应的长度范围 如果不清楚电缆的具体长度 可由低100MHz到6.25MHz选择它对应的长度范围 第三种选择电缆的绝择 第三种选择电缆的戒指 根据电缆的型号所提供的电缆的主绝缘的材料 选择对应的绝缘戒指 选择好以后 选择好以后 测试参数选择好以后 点击确定 就是点击采样 采迪低压脉冲破型 下面续采样 上面这个为单次采样 放到连续档位 连续采样模式 然后点一次采样 从左边十个框里面选一个对应的波形 点击一下 放到手动去 下面先讲一下电缆故障测试软件界面的 及功能显示区 首先 上面这个区域为自动卡位区域 自动分析区域 这自动分析区域只对低压脉冲和多次脉冲波形进行卡位 如果电缆波形不标准的话 自动卡位区域卡出距离所读数值 不能 下面这个为手动区域 手动区域波形调取 从左边十个框里面点击一下 可以调到下面的手动区分析区域 左边这十个框里面为波形的重处区域 采集波形以后会在左边十个框里面依次出现 左下角这个为测试选择按键 采样左边这两个上面为单次采样下面为多次采样 这个键 这个键为扩展 将波形按一次 将波形放的拉开一次 点右边压缩键按一次波形压缩一次 这是左右波形整体移动键 箭头指向右边点一次波形整体向右移动一次 点左箭头指向左边的点一次波形整体向左移动一次 这是光标的移动键 左右移动 主要是针对低压脉冲卡位用 主要是针对手动区域卡位用的 箭头指向左边 提示光标向左移动一次 指向右边按一下 其实光标向右移动一次 右边为自动区域和手动区域的参数 波形的参数 设置去显示区域 这边的里面除了测试人员 其他的不可调 下面讲一下波形分析 首先采集到低压脉冲波形以后 低压脉冲波形为周期性波形 左边第一个为主机的发射脉冲 后面为脉冲波在电缆里面来回反射的中端反射波 卡位首先选拨一个周期 从最左边脉冲波的上升延作为起始点 将另外一个光标移动到反射脉冲波的上升延 这个距离就为电缆的全长 或者从第一个脉冲波到第三第二个反射脉冲波 这个距离为两倍的电缆全长 这个距离为两倍的电缆全长 所以电缆全长就要这个距离除以二 就是电缆的全长 下面讲一下高频高压一体化电源 接线首先电源采用220V50Hz电源 脉冲输出用红色高压连接线接到故障向上面 电缆的凯装接到和其他两项电缆 以及电缆的凯装接在一起接系统地 保护接地单独接系统地 保护接地和电缆接地不能接在一起 直流输出不用接接线完成 需要强调的是 第一高压输出线必须悬空 电缆两端必须保持安全距离 第二保护接地需要单独接地不能和电缆接地接在一起 第三测试需要连接放电棒 测试完需要对电缆进行放电 操作第一步接上电源以后打开开关 进入模式 选择电压模式 进入电压模式以后 首先选择预设电压 电压最高输出电压为 最高电压为35000V 一般情况下 在15000V到25000V 使用电压居多 现在咱们设置为15000V 然后点击OK 然后旋转 旋转启动旋钮 自动弹出 点击连续 放电机构动作 这时 一体化电源里面 放电机构连续动作 然后点击开始升压 看上面的电压笔显示 如果电压只是有下降 则说明故障点放电击穿 一体化电源工作以后 这时主机 连接电流取烟盒 取烟盒所放位置为电纜 地线的一侧 线接好以后 在主机测试设置里面选择 高压冲闪 其他参数不用变 点击确定 这时面板显示为充闪指示灯亮 点击采样 有充闪波形 测试时可以根据波形大小 调节面板上面的幅度旋钮 第二个 调节 电流取烟盒的位置 在左边 选择波形 放到手动区 将波形压缩后 波形为周期性波形 采到冲闪波形后 可以 就可以将高压停下来 然后分析 冲闪波形 一体化高压电源 高频高压电源 关闭 操作步骤 首先按一下 降压电压 停止按键 第二步 按下放电机构动作 停止按键 第三步 按下急停按键 面板上放电指示灯会亮起 高压 高压 关闭 高压 开关 电源 对电缆进行放电 先用放电棒的颈部 进行放电 放一段时间以后 再用后面的连接线 直接 放电 高压通闪波形 分析 首先 选出 波形放到手动区域 波形为周期性波形 选择 一个 一个 冲闪波形 选择一个周期 将右边光标放在一个脉冲波的上升盐 将另外一个光标 放到下一个正脉冲前面的下降盐 此时 为电缆的故障距离 电缆故障测试 多次脉冲 测试故障距离 接线方式 首先 一体化高频高压电源 接线 由50Hz 220V电源 保护接地 单独接地 电缆接地 和多次脉冲产生器的系统地 接在一起接系统地 脉冲输出 用高压线 接到多次脉冲产生器的高压入 多次脉冲产生器的高压输出 用高压线连接到故障电缆上面 电缆开装 接地旋钮 可以接到电缆的开装上 或者接在另外一个故障向上面 同时接上放电棒 电缆故障测试仪 主机设置 首先点击测试选择 选择多次脉冲 测试方式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采样 然后点击测试方式 这时升起高频高压一体化电源 这时升起高频高压一体化电源 相对要高一点 出现多次脉冲 波形以后 选择 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多次脉冲波形 放到手动区 然后将波形扩展 将两个光标移动到 左边的光标移动到 方式脉冲波的上升沿 这里位置 然后将右边的光标移动到两个波形分开的位置 这个距离就为电脑的故障距离 当然上面的自动显示区域 可以自动进行卡位 除故障距离 这样由低安脉冲法 高压冲闪 以及多次脉冲法 测试电脑的故障距离 就方法就介绍完了 电脑故障测试路径查找部分 接线 首先发射机电源为50Hz 220V电源 通过应电器转换成发射机所需要的电源 接入发射机的电源插孔 第二步接线 复级接到系统D 输出正级接到电缆的新线上面 同时将所接的电缆新线的中端接系统D 同时将电缆两端的屏蔽和凯装打开全空 发射机接线 发射机接线完成 打开发射机开关 显示屏亮起 显示电压为直流12V 输出频率为9.6000Hz 发射机接线 发射机连接完成 接收机的连接 首先 用手拉杆接收碳棒 固定接收碳棒为垂直 第二 用信号传输线 将接收碳棒和接收机连接起来 电缆电缆接收发射机摊棒 接收机摊棒 垂直地面 然后在地面慢慢移动 然后打开接接收机 主要看下面的信号接收强度 在电缆两侧时 接收信号强度幅度比较大 慢慢移动 当碳棒移动到电缆正上方时 接收机 接收信号幅度最小 或者相对信号比较小 同时在找电缆路径时 可以根据信号强度的大小 再再马上闪 直chi 再调节 信号幅度旋软 BGM 所以判断下面是不是电缆 主要就是电缆两侧信号最强 电缆上方信号弱 那么信号弱最弱的地方就是电缆 电缆路径测试第二种 波风法将接收碳棒旋转90度和地面平行 并且和电缆的走向成90度夹角 这时接收机显示在电缆正上方信号最强 远离偏离电缆以后 信号减弱 偏离电缆越远信号越弱 直到最后没有 这个就是波风法找电缆路径 电缆故障测试仪定位 由下位机上位机耳机和信号连接线组成 首先将下位机和上位机用信号连接线连接起来 然后将耳机擦头连接到上位机耳机输出擦孔 然后将耳机擦头连接到上位机耳机输出擦孔 刚出现起额后松开 进入定点模式 将探头在地面移动 然后兼听探头传上来的声音 听耳机里面的声音 故障点放电的声音为 一个有规律的连续放电的一个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最大的地方就是故障点 定点于界面 当声音比较小时可以调节旋钮 将信号声音放到最大 如果声音比较大时可以逆时这样调节 将音量调小 同时上面放电 每放一次电 上面的数字就会产生变化 这个数字主要是参考用的 定点的主要是以耳机里面听到的放电声音为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